姐姐是恋爱脑 刚拿到档案 就翻身坐上了鬼火男友的摩托 我劝她 录取通知书和档案太重要了 你先放好再出去玩 她骂我小题大做 认定我看不得她和男友甜蜜 心生嫉妒 后来她的背包丢了 档案没了 她愤怒地踹开我房门 把我档案撕成两半 都怪你当街提档案 才被有心之人听到了 偷走了我的 我档案没了 你也别想上学 这是你害了我的代价 我和她争执期间 她鬼火男友为了她 将我从顶楼推了下去 雨昕说她能考上北大的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失去炫耀北大女友的机会 死后 我还看到姐姐为男友做假证 我妹妹是因为没考上北大 才自己发疯撕了档案自杀了 再睁眼 我回到了从学校拿档案袋的当天 我眼前一晃 耳边灌入嘈杂的人声 哎 谁的摩托车 好帅 这个女孩是谁啊 他们是一对吗 我迷茫的抬眼看过去 我姐姐正一脸娇羞地站在我身边 寒情默默地 看向轰隆隆行驶而来的摩托车 我心中咯噔一下 我明明已经死在姐姐的鬼火男友手里 还看见姐姐为男友做假证 现在 我竟然回到了一切 还没发生的时候 上一世 姐姐背着家长和老师谈了一个学期的鬼火男友 在高考结束 拿着档案离开学校的这一天 骑着摩托高调出现 姐姐收获了无数的羡慕 但我却担心她刚拿的档案丢失 劝她 档案太重要了 你先放好再出去玩 可是她不仅骂我小题大做 而且认为我是嫉妒她能找到一个 对她这么好的男朋友 后来 她的背包丢了 档案也没了 确认定是我的错 一脚踹开我的房门 把我的档案撕成两半 我气不过 和她争执 但是她的男友却为了她 把我从顶楼推下去 我坠落时 甚至还看见她满脸的不屑和愤闷 女心说她能考上北大的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失去炫耀北大女友的机会 回忆到过去 那种下坠感和身体被摔碎的疼痛 让我手指神经性的抽搐 我用力抓住手指 再次抬头 看了一脸幸福 坐上鬼火男友摩托车的姐姐 眼中阴冷 重来一次 我要你们付出代价 莫然 你回去不准和爸妈告状 月雨昕警告地瞪了我一眼 她的男友 肖用 鄙视地看我一眼 然后搂住月雨昕的腰 亲了亲她的脸 宝贝 你不是说 你们爸爸都不喜欢她吗 你怕什么 反正只要你不承认 他们也不会信她 月雨昕被她逗得咯咯直笑 亲密地靠在她背上 环抱住肖用的腰 你说得对 她在我们家 是人嫌狗咽啊 说完 两人轻轻我我的 在摩托车的轰鸣声中远去 留下男闻的尾气浓烟 和一片骂骂咧咧 我平淡地说回视线 他们说得对 我在家里面的确不受欢迎 因为在父母眼里 月雨昕才是最亲近贴心 他们亲手养大的女儿 而我 只是生下来就被扔给爷爷奶奶带 到了高中 才接回身边的拖油瓶 爸妈一开始 是想要好好补偿我的 但却因为月雨昕的嫉妒 和几次翻番的心机险害 他们认定了 我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对我也就不管不问了 上一试 月雨昕和肖用能轻易地逃脱嫌疑 也有他们的功劳 莫然 你姐姐就这么走了 你不担心吗 一个同学有些担心的问 嗯 担心什么 她姐姐跟她有什么关系吗 我的好闺蜜 沈重重 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 搭枪倒 说得也是啊 背对了的同学摸摸鼻子 打招呼后就离开了 沈重重猛哼一声 拉着我往外走 走 回家去 刚才我还真以为 你会多管闲事呢 沈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脸不愤 早就跟你说 你姐姐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你不信 看 人家一考完 就交了个鬼火男朋友 我跟你讲 那些人都不是好东西 和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你等着吧 你姐姐迟早要被他被害了 沈重重就是化牢 又喜欢打抱不平 但人不坏 也聪明 我本来是没有朋友的 但待不住他 几次主动找我玩 后来渐渐就成闺蜜 我问他 为什么要和我交朋友 他说 还能为什么 看你顺眼呗 我看着他 微笑点头 你说的对 我不应该管他的事 沈重重狠狠地一拍我的肩膀 没飞色舞 这就对了吗 走喝奶茶去 我请你 沈重重的家庭情况 和我家差不多 他有个哥哥 但是很关照他 他父母也很关心他 给他的零花钱 是我的好几倍 而我 只能拿到月与新一半的生活费 美其名曰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不要什么都和你姐姐比 你要知足 才让家里变得人钱 我希望能让他们开心 于是努力学习 可是他们却从来 不会多看我一眼 我们家老二啊 就是死读书 成绩好一点儿 哪有雨昕好啊 贴心小棉袄 不愧是我们从小 带大的孩子 就是不一样 上辈子 我尽量让自己 不去听他们这些话 缩在自己的世界里 可是 死过一次 很多事情我都想明白了 人生在世 除了生死 都无法实 他们不配当父母 我干嘛还要他们这个父母 为了逃离这个家 也为了逃离月与新 我决定搬出去 第一步要找兼职 我把想法跟沈重重说了 沈重重瞪大了眼睛 卧槽 你真牛逼 我挺你 需要我帮忙不 我笑着点了点头 我想让你帮我保管好我的档案 我把档案拿出来 上一世 月与新冲进我的房间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把我的档案撕烂 这是我悲剧的开始 我必须把它保护好 想来想去 还是放在沈重重身边比较好 不仅她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更是因为月与新再怎么横 也不可能冲到沈重重家里 沈重重疑惑 为什么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家里的东西有点多 放在家里容易弄丢 她被我说服了 放心 包在我身上 只要我活着 你当然就好好的 聊完天 我回到家 着手收拾东西 妈妈在厨房忙活 听见门口有动静 探出身子查看 看见只有我后 皱起了眉 你姐姐呢 我低头换鞋子 不知道 妈妈语气冲了起来 音调尖锐 不知道 你们一起考试 一起放学 你不知道姐姐去哪了 我平静地看向她 放学的时候人那么多 她有手有脚 要是不想让我看见 我还能特意拿个喇叭喊人吗 妈妈眉毛一束 你这臭丫头 没事的话我先回屋了 我打断了她后面的骂骂咧咧 转身回到我的小房间 关门时 妈妈尖锐地叫骂 还是传入我的耳朵 我就知道 这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看着狭小的房间 我摇了摇头 即使知道 他们不值得我在意 但是听到自己的妈妈 这么骂自己 心里还是会难受 拿起手机 我看见抖音有新消息 是月宇欣发布了新作品 我勾起嘴角 和上一世一样 月宇欣在和骁勇鬼混的时候 还不忘拍视频发到网上 我点台短视频 月宇欣画着农妆的脸 和骁勇贴在一起 背景是嘈杂的酒吧 配文 高考结束 在去北大之前 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我忍着眼瞎点了个赞 然后看了几遍 找到了被她随意扔到卡奏上的书包 我买了些水军 帮她把短视频的热度提高 美女长得漂亮还聪明 羡慕羡慕 北大爱 美女学霸 在清一色的夸赞中 不出意外的 月宇欣膨胀了 连着发了好几条短视频 一边搓手弄姿 秀恩爱 一边说 哎呀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了 我只是努力一点 聪明一点而已 美女真能上北大吗 现在成绩不是还没有出来吗 见到有人质疑 月宇欣当然不乐意了 在评论区里就骂了起来 哎哟哎哟 有人不会酸了吧 我笑了一下 北大 她凭什么 凭一学期几乎没学 偏偏想着化妆打扮的脑袋 凭她那只知道男人的恋爱脑 正常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但是偏偏月宇欣被男人迷昏了头 真以为自己美若天仙 聪明绝顶了 捧得越高 摔得越惨 我再买了些水军 给她高高捧起 然后关上抖音 在买完水军之后 我攒的钱只剩下两千了 这些钱都是我平时省吃俭用 以及爷爷买的过年时 偷偷再给我的压岁钱 他们知道我在父母面前不受欢迎 心疼我 但是也知道只有在城市里 才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所以只能悄悄给我一点钱 让我过得好一些 想起爷爷奶奶 我心中溢暖 我发过誓 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 可惜上一世被骁用推下磨死了 也不知道他们得知了我的死讯 会如何伤心 手指在通讯路上犹豫 最终还是退出来 现在不是和他们联系的时候 等我过了玉旅心这一关 等我安全下来才行 我准备找一个家教兼职 首先我要经济独立 即使现在高考成绩还没有下来 但是凭借我在学校 这么多年的优秀成绩 以及各类奖状 我轻松获得了一份家教工作 一周大概能挣九百多 过了几天 玉旅心回来了 我正在备课 就听见东的一声巨响 然后是气冲冲的脚步声 我的房间门被一脚踹开 玉默然 都是你 都怪你 如果你提醒我收好档案 我的档案怎么会丢 玉旅心伸手就要抓我的头发 她的身材比我高 欺负我时 最喜欢抓我的头发 看我挣扎的样子 可是这次她抓了个空 我躲过她的手 冷冷地看着她 你在说什么 可是玉旅心根本不想跟我多说 一把推开我书桌上堆放的书 像是在寻找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提高了音量 你的档案了 你的档案放哪儿了 我上不了大学 你也别想上大学 她发了疯一样 把我的房间弄了一团糟 我分离阻止 却被她一把推倒 正好撞到桌角 额头止不住地流血 啊 我尖叫 吸引了不少邻居的注意 怎么了 怎么了 啊 杀人了 我都忍不住未知侧目 邻居阿姨太给力了 这么一叫 更多人赶来了 而还在我房间翻箱倒柜的月雨昕 在众人面前 也不得不停下来 什么杀人了 没有 没有 你们别多管闲事 她见到有些人手里拿着手机拍摄 疯了一样去赶众人 我知道该自己出场了 虚弱地站起来 挣扎着爬向门口 向邻居阿姨伸出手 救命 然后约了过去 等我再次睁开眼 如愿以偿地躺在病床上 摸了摸口袋 手机还在身上 打开新闻 果然看见热搜 美女学霸疑似杀人犯 我勾起嘴角 悦莫然 我就知道你是在装晕 悦雨昕尖锐的声音 在病房门口响起 弄得同病房的病有多重美 爸 妈 你看她 她明明什么事都没有 爸妈走进来 脸色也不好看 你在干什么 你是要毁了雨昕吗 雨昕的档案不见了 她上不了大学了 你为什么不提醒她 你是妹妹 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的姐姐 我什么都没说 她们就一通指责我 明明应该感到难受 但似乎又习惯了 我揉了揉脸 尽力让自己挤出几滴眼泪 戴上哭腔 爸 妈 您在说什么呀 姐姐的档案丢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红着眼睛控诉 我说的话 她什么时候听过 病房中的其他人也看不下去了 纷纷为我打抱不平 则 你们还是当爸妈的吗 人家小姑娘脑袋上那么大个伤 你们看不见啊 就是 一进来就只知道骂小姑娘 人家得罪你们了 众人翻着白眼 指指点点 让爸妈难看起来 脸色难看 转身离开 月雨昕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你别装 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 我告诉你 我可是要上北大的人 我上不了大学 你也别想 说完 气冲冲地离开 他们走后 病房中的其他人纷纷安慰我 我含着泪 向他们点了点头 没事 我习惯了 感受到众人关心可怜的视线 我知道脑袋上这伤口 直了 等我在看手机时 医院里发生的事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放到网上 评论区议论纷纷 卧槽 这家人跟这女孩有仇吧 不是 姐姐档案丢了 关妹妹什么事啊 说到底 还不是她自己非要出去浪 但是妹妹也有责任提醒姐姐吧 毕竟是一家人 对呀 说不定妹妹就是故意不提醒 好歹毒的心思 网上的言论纷纷杂杂 我都没有放在心上 抖音又有新消息 月雨昕发布了新动态 她靠在骁用怀里哭哭啼啼 我的妹妹把我的档案弄丢了 上不了大学 但还好有你陪着我 因为医院事件的热度 她这条视频的热度上涨得很快 粉丝数量也在飞速增长 评论区好坏参半 但是没过一会 那些质疑她的评论就被删了 我冷眼旁观她不断抹黑我 我的妹妹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跟我们不亲近 哎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能是嫉妒我一直跟在爸爸妈妈身边吧 她脑袋上的伤是她自己撞的 我只是在她房间里找东西 你们不能相信她 她就是骗子 她之前就几次陷害我 让我成绩下滑 她在视频里哭得离花带雨 也来了不少人的同情 甚至对我的咒骂 我关掉视频 准备联系雇主 明天的课可能要延迟了 沈中重来了 她一把抱住了我 我看见你受伤了 你没事吧 月雨昕又欺负你了 她心疼地看着我 一份填膺要给我报仇 我按住她 笑着摇里摇头 没事 我会自己处理 只是你能帮我个忙吗 我让她帮我找个房子 我准备要搬出去住了 她高兴地拉住我的手 那你可以来我家住啊 我家有多的房间 我还不收你的房租 而且我爸妈可喜欢你了 他们老是说 要是我像你这样安静静就好了 他们肯定会同意的 我下意识地想要拒绝 不愿意麻烦她 但是沈中重却撅着嘴 你不同意 就是没把我当朋友 无奈之下 我只好同意 沈中重欢呼一声 就张罗着准备回家告诉爸妈 此时我的手机震动 雇主回消息了 我们看见新闻了 你没事吧 孩子很喜欢你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可以告诉我们 我嘴角不自觉地痒起 能感觉到这么多人的善意 真好 没事 谢谢关心 大概两天后 就可以继续正常上课了 雇主给我发了个五百的红包 你是个好孩子 我们相信你好好休息 头上的伤不重 只是出血过多 没有脑震荡或者内伤 下午一个人办了出院手续 我回到了家中 爸妈坐在客厅 脸色严肃 我的书包被扔在地上 书包里的书本被扔得到处都是 我看到我那个小房间的门敞开着 里面一片狼藉 捏紧拳头走进门 平静地问 你们想要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姐姐尖锐的声音从我的房间里传来 下一刻 她从里面出来 表情猙獰 把你的档案给我 你把我的档案弄丢了 我要用你的档案去上学 我看向爸妈 你们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避开了我失望的视线 你让你点给姐姐 自从你来之后 我们的爱就被你分走了 亏欠了她很多 我冷笑 亏欠 你们对她的好在减少个几倍 都算不上亏欠 我凭什么让着她 是你们觉得对起她 关我什么事 我凭什么要把自己的前途让给她 月雨昕抓狂力一样扑向我 就凭我是你姐姐 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生 这个家本来只有我一个就够了 我躲了过去 脑袋上伤还没好 要是再被撞一下 可能就真的脑震荡了 楼下突然响起魔托的轰鸣声 月雨昕脸色一下得意起来 哼 你不交出来是吧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交出来 我双手还凶 你觉得 凭你那个鬼火男朋友 就能让我交出来 你真是欠收拾 要是在外面 我早就喊人给你一顿教训了 萧用的声音从门口响起 姐姐像是看到了救星 脸上争鸣的表情 立刻变得可怜起来 拉长声音 哥哥 他不愿意把档案交出来 没事宝贝 我有的是手段 萧用搂着他 油腻地笑了 我一阵反胃 而月雨昕 却一脸娇羞地靠在萧用怀里 让他很受用 只高气扬地看向我 你赶紧把你的档案交出来 不然的话 你以后最好不要出门 我笑了 你你哥哥都是法王吗 就算你们拿到了我的档案 有什么用 只要被人发现 三年起步 只要你不去告就好了 萧用理所应当地说 我放了个白眼 他仿佛受到了刺激 气冲冲就要抓住我 我告诉你 我的耐心有限 我不高兴了 我会做出什么事情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躲不过他一个成年男人 最终被抓住 在挣扎中 无意看到爸妈 他们似乎想要阻止 但是看到月雨昕 还是犹豫着没有上前 你快点把你的档案交出来吧 这样也不用吃苦 放心 以后就算不上大学 我们也会对你好 他们假惺惺的关心 和自以为是的劝解 让我更加恶心 抓起花瓶 哗啦一声敲在墙上 碎成无数碎片 萧用被吓了一跳 看着我劈头散发 额头的伤口崩开肾血 手上握着碎玻璃片 像是个恶鬼 他不由得害怕地 向后退了一步 随后似乎是觉得没有面子 硬着头皮要上前 却看见我扬起了手 他又胆怯地后退一步 却还要嘴硬地说 你 你要干什么 伤了我 我要你赔的倾家荡产 我没有回答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沈忠忠带着他 帮我喊的搬家团队来了 你们 是干什么的 一直装死的爸妈 见到沈忠忠这个小姑娘 终于想起这是他们家 何止道 沈忠忠早就知道 我爸妈是什么德行 翻了白眼 我们是来帮默然搬家的 你们这个家 正常人实在是住不下去 不行 绝对不行 月雨昕尖叫道 除非你把你的档案交出来 不然你哪都别想去 沈忠忠呵呵一笑 你管得着 然后一挥手 让搬家工人开始收拾东西 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爸妈无力阻止 只能口头上威胁 可是没有人听他们的 谢谢了 我松开了紧握住玻璃碎片的手 疲惫的向他道谢 还好他来得及时 对然情况可能更糟糕 沈忠忠笑咪咪的说 没事 谁让我们是朋友呢 然后看了眼我的房间 嫌弃的皱了皱鼻子 声音一点都不小的说 你一直都住在这么小的地方啊 你们家不是挺大的吗 怎么给你一个大点的空间都没有 他鄙视的看了眼爸妈 有些人真是偏心 也别怪你准备搬出去住 要是再不出去住 恐怕你脑袋上又得开个口子 爸妈气得发抖 你 你 岳莫然 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竟然就这么跟一个外人走了 养 我冷笑 养我的是爷爷奶奶 从小到大 你们偶尔想起来 才给爷爷奶奶打个一两千块 这就叫养 他们有些心虚 但还是嘴硬 我们生了你 你才能站在这跟我们说话 你应该懂得感恩 我求你们了 我说着说着 不知道怎么的 突然鼻子一酥 你们生了我 然后把我扔到一边 还让我赶 你们太不要脸了点 爸妈气得脸色通红 却也没说话了 沈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 带着我离开 我的东西不多 很快就收拾好了 坐上车 到了沈重重家 沈重重的家人都很好 很热情 我很感激他们的收留 自从我离开家之后 手机的消息从来没有停过 爸妈每天都会发消息 质问我为什么不回家 甚至威胁我 要是不回去 以后再也会想回去 我一概不理 而月雨昕 在尝到了热度的甜头后 每天更新十几条短视频 今天还是没有找到档案 妹妹不省心 竟然弄伤了我的男朋友 配图是 笑用手臂上的一条伤口 本来是被玻璃碎片擦伤的小伤口 被他屁的 像是被刀割了一样 众人纷纷声讨 我的心很手赖 我只是想上大学 可是我妹妹却嫉妒我 对不起了北大 我和你没有缘分 一条条视频下来 热度越来越高 网络上越来越多 关于我的暴力言论 其实有人拿出他打伤我 以及在医院里的视频 仍有不少喷子在抬杠 嘖嘖嘖 谁知道这是不是演戏 他都这样了 你们就让让他呗 我把这些看在眼里 什么都没说 倒是沈忠重急了 他怎么能这么颠倒黑白 我拉住他 笑了下 别急 明天出成绩 我们看乐子就好 沈忠忠眼睛一亮 对啊 他不是一直说 自己能上北大吗 就凭他那成绩 能上北大 我倒立洗头 到时候把成绩单往往上一放 我要看看他还能怎么说 我在月雨昕的评论区留言 学霸虽然答案丢了 但是成绩还在的 明天放榜 要不要晒晒成绩单 很快被顶到了热评 毕竟都想看看学霸的成绩 月雨昕被架在火山考了 果不其然 他很快私信了 我发消息的小号 米信号百分号与人民币警号 气急败坏的他 发了一场串容骂 我和沈忠忠相识一笑 成绩出来了 学校为了宣扬自己的教育资源 把全校学生的成绩 都贴在了学校大门前 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来了 我和沈忠忠一出现 他们的眼光恶异 毕竟月雨昕在网上 有那么高的热度 而且打的标签 还是高考令人 在场的人或多或少都看了些 有的知道我和月雨昕的成绩 同情地看向我 有的不知道 彼氏的目光避之不及 我一概不管 走到红榜前 从上往下看 第二名 月莫然 总分 679 沈忠忠一把抱住我的脖子 指着上面的第二名 兴奋地说 你第二名 第二名 679 他这一觉 众人的视线 纷纷向我聚集 全是羡慕钦佩的视线 我微微一笑 好了 看看别人的 我察觉到一股阴狠的视线 转头看过去 是月雨昕 他一个人站在角落 表情阴狠极度 话说 你找到月雨昕的成绩了吗 我装作没看见他的样子 问道 在这里 一个同学指着榜尾 一脸鄙视地说 326 人们哗然 那个月雨昕 不是说自己成绩好吗 上北大 哈哈 北大青鸟技术学院吗 吃 网络上的东西 你还真信了呀 沈忠忠也考了不错的成绩 601 完全可以上他喜欢的那些学校 随着好事者把网单放到网上 果然掀起了巨浪 之前骂我的那些人 纷纷掉转枪头 我早就知道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看他穿着花里胡哨的 你看他不是在夜店 就是在酒吧 身边都是一堆不三不四的人 他能上北大 我就能去当英国总统 更好笑的是 有人在一个垃圾桶 发现了月雨昕的档案 上面被人写着 还以为是学霸 结果是垃圾 呸 网上的骂战我毫不在意 毕竟我得存学费 虽然有助学补助 开学之后我也可以拿奖学金 学校对于前时的考生也有奖励 但是我还是得趁着暑假 有空闲的时候多层点钱 随着成绩的出来 爸妈每天给我发个消息 元气也变了 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我们把你的房间收拾了 你回来吧 闺女 我知道你考得好 你回来我们庆祝一下 我看着只觉得像个笑话 给爷奶奶打个电话 报了喜讯 然后给他们打了五千块 他们很高兴 叙叙叨叨的让我注意身体 我本以为 事情就会这么简单的过去 可是我再次低估了月雨昕的不要脸 上完家叫 时间已经有些晚了 天色黑了下来 路上没有多少人 我走在回去的路上 沈中仲本来说要来接我 但是有什么事耽误了 说要他哥哥来接我 被我拒绝了 住在他们家 已经很麻烦他们了 我不敢再要求什么 而且月雨昕很长时间没有动静 让我放松了警惕 街上突然响起轰鸣 我心中一惊 抓紧了手机 就看见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 我认出那辆摩托车是骁勇的 我立刻翻出电话页面 随时准备给沈中仲打电话 摩托车带着浓烈的尾气 在我面前停下 月雨昕幸灾乐祸的声音 从头盔里传出来 月莫然 你真是让我好找 我察觉到不对 转身就要跑 可是转头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已经被一群戴着头盔手 拿钢棍木棍的鬼火少年包围 骁勇嚣张地走到我面前 一手夺过我抓着的手机 扔到地上 还想报警 想得美 我咽了口口水 你们想要什么 我警告你们 派出所离这里不远 警察察觉到 动警很快就会赶到 呵呵 现在不嚣张了 月雨昕抓着我的头发 隔着头盔愿毒地看着我 警察算个屁 我们戴着头盔 他们就算掉监控 都找不到我们 说着 他语气一转 我听说 你赚了不少钱 我察觉到周围人 不怀好意地靠近 都是因为你 你考得那么好 还不愿意跟我换档案 害得我现在被全网嘲笑 你既然赚了这么多钱 应该好好补偿我 他理所当然地贪婪地说 听说你给老家的 两个老不死的东西 都给我五千 却一封都没给家里拿 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王 现在给你个机会 给我两万 我就放过你 我想要脱身 只能假意顺从 好好 只是钱都在手机里 我得拿到手机才能给你 月雨昕冷笑一声 揪住我的头发 我吃痛得被迫养的头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把你的手机密码告诉我 他说把他带走 带远点 要是不转账 直接在没人的地方弄死 两个鬼火少年抓住我 要把我带到车上 我大叫沈重重 知道我回家的时间 要是我没有暗示回家 他就会报警 到时候你们都跑不了 月雨昕气急败坏 杀了我一巴掌 你这个贱人 他语气很利 既然这样 那就把他打一顿 我要让他知道教训 面对越来越近的鬼火少年 我咬紧了牙 此时汽车的铃笛声响起 我立刻大喊 救命 杀人了 救命 汽车真的缓缓停了下来 月雨昕慌了 慌忙就要上摩托车逃走 其他人也慌不择路 坐鸟收散 我松了口气 全身无力的瘫坐在地 正想着要去捡起我的手机 却有一只手掀我一步 我抬头 看见是沈重重的哥哥 沈默 我惊讶道 你怎么在这里 他把手机递给我 沈重重担心你 非要让我来接 还好我来了 我对他道了谢 进了派出所 调监控 查他们的逃跑线路 最终把他都抓了回来 月雨昕确实傻了点 只知道遮住脸 不知道他们那张扬的鬼火 根本掩盖不了行踪 他们因为聚众打架斗殴 而被拘留15天 我把这件事发到网上 网上立合报了 月雨昕的账号 被骂得差点封号 但是他的热度 却一直居高不下 等月雨昕从拘留所出来后 还有不少媒体邀请他成为艺人 为了丰厚的报酬 他答应了 靠着恶毒人设 和网友对骂黑红起来 沈重重一直在关心这件事 只觉得纷纷不平 为什么这样都能让他赚到钱 得意起来 我看着小说 聊理而已 过不了多久 热度下去了 他就得意不起来了 果然没过多久 没有人再去关注月雨昕的账号 他从一个黑红网红 变成了一个过气网红 为了维持流量 他不得不去整容 整形拍摄擦边视频 倒是有了点起色 只是突然又爆出来 骁用出轨和粉丝开房 大家都劝他分手 可是他在镜头前 哭得梨花带雨 他是爱我的 我知道 他只是被那些贱人勾引而已 不怪他 网友纷纷感叹 见到了活的恋爱脑 随后又爆出来骁用家暴 怨语心一脸伤痕 植入的假体都被打歪了 可是他还是说 打是亲爸是爱 他爱我 他还跟我道歉了 沈重重已经懒得去理会他了 见到他的新闻 只会翻个白眼 说SB 开学了 我收拾好行李 和沈重重一起离开家 准备去飞机场 却在楼下 看见在短短几个时间 就摔老了十几岁的爸妈 沈重重把我拉在身后 警惕的看向他们 你们想要干什么 爸妈举促的搓着手 眼含细记的看向我 莫然 我们知道你今天要去上学 想送送你 是啊 爸妈知道错了 以前是我们对不起你 你别放在心上 你理解一下我们 我们也不容易 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 我拍了拍沈重重 拉着他越过他们就走 不理解 不原谅 以前你们去哪了 打一巴掌说声对不起就完了 生我的人我不能选 我还不能选谁是我的家人吗 我目不斜视的说 他们已经是过去了 而我还有我的未来